整理所有的信号语槽 这个工作就做完了 然后从多汉文本框获取文本 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 我们先在这个ARC4里面做 之前呢我们是 在这个ARC4下面编辑完这个GUI之后 就把它抛弃了 泄沫杀驴 然后就到这个Eclipse下面 这个PYDEV下面去开发 因为那个自动补权比这个稍微好一些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先实现这个 点击这个按钮 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文字打印出来 然后点视听 它会告诉我们 这个草案树在哪 OK 这是ButtonClicked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 把这个 我们端上文框叫TextBrowser 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应该是有一个setup UI的时候 是有它的一个名字的 我们如果不确定的话就在这里找 一般这个这种事情我也不自己敲 万一敲错了还得改 所以就直接过来找就可以了 最先放的这个空间 所以它应该在很上边 在这 TextBrowser 直接把这个名字复制过来 果然是少敲了一个S 然后获取它的这个文本呢 它有一个 获取文本叫 To PlaneText 这个方法 这样呢就可以把它的这个文本 获取出来 并且打印到我们这个控制台上 然后一般这种情况呢 要 打印中文的时候要加一个unicode的方法 把它转换过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顿程序 一行起来会不会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及时解决 点一下视听啊 这里边有一些警告 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拼记图片的问题 这个跟程序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们可以不管 然后按一下视听 OK打在这里边来了 我们现在空里边是你好百度语音 所以他把这个打印出来了 然后再点一下视听 还有一段 好我们修改一下 改成你好 你好麦子学 然后这边再点视听 你好麦子学 好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在现在敲的这个字呢 它的这个就是白色的能看到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原来设置这个框的时候 设置出它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字的颜色是白色 但是我们粘贴的时候 把这一片的都删掉了 因为这个端文框 它是这个html的这个一个方式 所以相当于把它这个格式给删掉了 如果我们在下面贴的话 接着这行字继续粘贴 就是白字了 看到没 这是因为我们后边贴的这些字就跟word一样 它的这个格式都是延续前面的 所以如果你把前面的这个整个全选都删掉的话 就没有了 然后再粘贴的时候整个就是黑的 啊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程序里面可能要再处理一下 所以把这个字体的这个背景颜色再设置回来 好 那么我们回到刚才这个话题 我们现在已经很容易的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字符打印出来了 啊 这现在是空的 好 这个工作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能从GUI获取文本了 然后呢下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文本塞到这个GET方式访问的这个URL里面去 那么我们是用这个GET方式访问的服务器 然后文本和参数呢都在这个URL中 对于用户输入的文本呢需要经过特殊处理才能加入URL 因为如果这个用户输入的文本里面有回车啊之类的 换航啊 制表服务等等空格啊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URL 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用户输入的文本进行一些过滤 把这个非法字符都给他滤掉 然后呢才能加入到这个URL中写入到我们的这个程序中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我们如果在这里贴一行别的文字就在这样复制吧 这里边就是各种字符传什么都有 因为这是从网上下载的这个程序 一般这个小说也都是这样的 他什么格式都有 里边各种乱七八糟字符传也很多 所以呢我们就是直接拿小说来测验 就是很见效果的 你看这里面肯定有回车 然后有各种问号对点符号各种都有 那么这个你要是写到URL中的 肯定是不能正常访问的 我们昨天设计的那个上一节课的那个PPT访问的那个网页已经不见了 再的话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你在里边输入一些不正常的数 其实它是不能访问的 然后呢我们这节课呢就看一下怎么把这些非法的字符给它过滤掉 那么实际上过滤的时候呢也很简单 就要在我们这个曹汉数里面进行一些处理 不光是简单的这个打印了 那么我们要加入这个 加入一个临时的变量 获取这个字符 然后呢把这个字符进行一些处理 怎么处理呢 这个回车符还有这个一些奇怪的符号通通要滤掉啊 具体这个滤我在这里有一个写好的程序 我们直接把它的COPP过来好了 好看一下这个具体做的这个操作啊 这个程序已经试过了 就是从网上COPP的一些文本啊 这里面有一些字符在这个URL中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所以呢我们就 想办法把它滤掉 一般是这个回车符啊 不能出现在URL中 我们把它换成逗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R-N也不能 所以还是换成逗号 嗯-N-R也不行 还是逗号 然后T这个-T字表符也不行 然后空格 空格都换成下滑线就可以了 下滑线的话 它这个延迟和逗号是一样的 嗯-你多加几个逗号的话 它延迟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这个想跟百度反应 说这个字词之间的这个停顿时间 能不能通过逗号来 呃-控制 百度后来说这个做不到 只能是固定的时间 你加一个逗号和100个逗号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处理完之后 这个T字应该是没有回车的连在一块的 这么一个字符 好 把这个程序插掉 啊 原来我们打印这一串是有这个又有这个 然后一堆换行的 这换行可能是不能出现在URL中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再把这一片给它复印一下 啊不是复印是复制一下 把这一串复制过来 然后我敲个回车放下来 好我们再看一下 嗯 那么这样的这个 你看这里边就能很清晰的看出 这个换行符已经被我们换成这个逗号了 然后很多个换行符就很多个逗号 不过这个不要紧 呃 因为逗号的话 它是不影响这个语音合成的 那么中间这些呢就通通都是逗号了 呃 看这个地方是最明显的 我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变大 对 在我们这个GUI中呢 很明显的看出来 这个你好百度语音和这个金歌之间 有一个换行符 因为它是两行嘛 但是你看在我们打印出来的这个地方 你好百度语音 这是逗号 并且是英文字符的逗号 然后连着金歌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一串字符 整个这一串就可以 加入到我们这个URL当中了 直接去转化成语音 好这个回头我们在后续的这个 将写中可以看到 我们就转化这本小书 把它整本转化成一个MP3文件 好 那么今天这个 过滤数码字符的这个课程 也说完了 好 那么 呃 今天整个课程就介绍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